这个女人太惨了 在暗无天日的潮湿地下室 遭到男人轮番凌辱 见女人宁死不屈 隐藏在暗处的女老板 直接将人送去实验室 抽干女人的血随 最后的结局只有死 之后 女人被扔进云雾缭绕的树林里 这里有着数不尽的女性遗骸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几天后 又一名女性在回家途中 遭到暴徒袭击 女人无力反抗 就在即将落于毒手时 一辆车突然出现 男人气势汹汹下车 直奔暴徒 男人身法伶俐 切喉 鸡胸 一脚便能踢断棒球棍 一拳KO对手 剩下的暴徒彻底怂了 转身就跑 男人本无心恋战 但女人却格外心急被抢的包 于是他踮起垃圾桶 直直甩向暴徒后背 暴徒吃痛倒下 顾不得手包 吓得狼狈逃窜 看着眼前只顾检查手包 不管他是否受伤的妻子 吴卫有些无奈 但还是关心地询问 这伙人为什么会找上他 甚至都找上家门了 半个小时前 吴卫正在家里睡觉 但受噩梦侵扰 很快惊醒 他原本是一名特种兵 常年在丛林和毒贩打交道 在一次行动中 他与一个名叫毒蟹的通缉犯交手 队友们接连牺牲 只剩下他一人还活着 没过多久 他退伍回家 但每晚在睡梦中 他都会深陷过去 突然 楼下突然传出声响 两个黑人持刀上楼 吴卫利用房间结构 利落地将两人打倒 不料还有两名持枪歹徒 他躲进浴室角落 在人逼近的一瞬间出手 上去就是一肘击加铁拳打脸 用男人当作挡牌 见对面歹徒晃了神 吴卫利用人质从下盘攻击 接着锤倒身前人 一脚一枪拖机晕对面歹徒 见狡边人想要偷拿手枪 吴卫上去就是一踩一踹 并且从歹徒的口袋里 看到了妻子的照片 一瞬间 他明白了歹徒们的意图 连忙赶去妻子公司 刚好赶上妻子被抓 听着吴卫的询问 小美看着手上的U盘欲言又止 他清楚 歹徒们的目标就是这里面的资料 小美是PE公司聘用的医学专家 主要研究用于治疗血液病的R血凝素 可就在R血凝素的研究取得新突破时 PE集团的创始人飞总突然叫停 他的这一举动 不仅让医学界的人不理解 就连辅佐飞总的秘书灭绝失态 也是心有不甘 但小美很清楚飞总这么做的原因 R血凝素虽然能治疗血液病 甚至延缓衰老 可每提炼出一分血清 就要抽干五个人的血髓 这就是在变相害人 飞总正是意识到严重性 才会叫停项目 但有人眼红R血凝素带来的暴力 所以一直在暗地里耍小动作 想要窃取R血凝素的研究方案 他们丧心病狂到制造车祸 导致飞总重伤驻业 好在出事前 飞总就吩咐小美 把他儿子凯文找回来 接手集团 小美不敢怠慢 找到保镖刘霄和医生老赵先行出发 在安置好飞走后 他喊上无谓随后赶上 不料 被地里搞事的那伙人 一直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刚上路就出事了 车辆正常行驶在盘山公路上 不然前方冒出滚滚浓烟 刘霄慌乱之余 迅速将车停泡在路边 随即和赵医生逃出车子 煞事间 一场爆炸从身后袭来 好好的一辆车 怎么会突然出问题 就在两人无措之际 小美和五位开车赶到 四人没有多说什么 继续赶路 他们死刑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消失已久的 P集团公子爷凯文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野外 存在很多未知险情 五位和刘霄往前一探 不仅看到有持枪暴徒 看守的化工厂 还突然被一个弓箭少女偷袭 五位伸手了得 三两下便占据上风 可下一秒 一把枪抵在她的腰间 她只能举起双手 接受两人质问 见身后的男人无心开枪 五位三下五出二 直接反制脏便男 少女立即拉弓对准 五位脑袋 就在三人僵持之际 刘霄赶来 一眼认出地上的脏便男 就是他们要寻找的凯文 随后 四人一起回去寻找 原地待命的小美和赵医生 却发现两人消失不见 地上只留下他们的防身武器 五位和刘霄朝着四处不断呼唤 却迟迟得不到回应 弓箭少女左右观察 从地上捡起一个东西 瞬间想到了什么 另一边 被绑架的小美和赵医生 从昏迷中醒来 他们自行解开绳索 偷偷溜出没有上锁的房间 绑架他们的人 正围着篝火欢呼跳舞 无人注意到他们 直到赵医生撞上一个 比他还胖的当地人 众人目光立马锁定两人 眼见行踪暴露 赵医生当即给胖子 来了一招断子绝孙脚 拉起小美就要逃 可对方数量实在太多 两人左躲右逃 还是被团团包围 遭到一顿围殴 赵医生颤颤巍巍地倒在地上 当地人一边欢呼 一边靠近 似乎下一秒就要把他送上烧烤架 这时 少女带着五位等人赶到 连忙叫停 原来 这些人都是原住民 并没有恶意 只不过勿将他们当成入侵者 而少女金子 是寨子首领的女儿 小美在见到凯文后 立马催促她回家继承家业 但凯文不肯 她必须要先找到女友珍珍 一个月前 身为记者的珍珍 发现了一条贩卖人口的线索 凯文就跟着她一起来这里调查 可没过几天 珍珍就不见了 凯文原本以为她只是忙 但却意外发现一张照片 这才知道是真的出事了 五位一眼认出照片上的男人 就是几年前与她交过手的独仙 金子也表示 对面那个女人每月15号 都会带着一批人上岛 和独蟹在固定地点见面 五位一看日期 明天就是15号了 想起牺牲的战友 她决定守株待兔 先搞清楚独蟹和那个女人 究竟在搞什么鬼 隔天上午 一艘船抵达岛上码头 独蟹带人守在岸边 但让小美万万没想到的是 前来交易的女人竟然是灭绝师太 她想不明白 灭绝师太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 金子义愤填膺 无非就是来进行血液实验的 从船上走下来的人 通通都是实验者 不会有人再活着出岛 小美瞬间明白 灭绝师太是和独蟹合作 在这里偷偷做二血凝宿实验 可这也很不对劲 二血凝宿属于集团的机密档案 只有飞总和她知道 灭绝师岛 还不等她想清楚 一阵枪声传来 一名想要逃跑的实验者被击伤 灭绝师太在来的路上 看到岸边停了一艘船 提醒独蟹岛上又来了几只老鼠 尽快处理到 独蟹似乎感应到什么 直接往吴卫等人躲藏的方位看去 好在没有暴露 为了帮助凯文解救女友 金子找到她爹 要来了军火库的钥匙 既然装备好武器 分工明确 吴卫和刘霄深入厂房内部 搜集证据 凯文和金子负责寻找真真 小美和赵医生则留在外面接应 吴卫四人持枪进入独蟹基地内部 随后兵分两路 吴卫和刘霄正好撞上搭载实验者的车辆 他们尾随过去 躲在角落 却被过来捡玩具的小孩看到 两人险些暴露 另一边 金子和凯文正面遇到歹徒 金子接连射出两件 敌人当场毕命 凯文被炫得目瞪口呆 很快 吴卫两人深入中心位置 进入储存血液的医疗库 看着满满衣柜的血袋 他们决心要解救这批实验者 突然 一名医生进入房间 认出两人身份 刘霄情急之下射杀此人 警报顿时响起 很快 一群歹徒持枪赶来 不仅吴卫两人深陷困境 就连金子和凯文也难以撤退 更何况他们在半路 还救下了一个人 这个人目睹真真被带走 凯文必须要从他口中得知真真去向 在歹徒的两面夹击下 吴卫四人在过道会合 躲进旁边的房间里 期间 灭绝事态文迅赶来 通过监控看到凯文的身影 命令毒蟹必须斩草出根 歹徒手持机枪 缓慢靠近房间 准备来个一窝端 面对如此绝境 吴卫决定带头冲出去 能活一个是一个 可等他刚做好心理建设 基地突然停电了 房间对面的墙体 直接被一辆车撞破 来人正是小美和赵医生 也是他们破坏了电力系统 就这样 他们这群人冒着敌人的强大火力 驾着车全身而退 一回到寨子 凯文就询问男人 知不知道真真去哪了 看着凯文拿出来的照片 上面的人像 瞬间和开头的女人长相重合 男人心有不仁 但还是带着凯文去找真真 他们一行人来到一处丛林 那些被抽干 显宁因树的冤魂 都被潦草地埋在这片土地上 看着地上的尸骨残骸 凯文彻底崩溃 这时男人突然逃跑 吴卫立马追上去 只见男人从一棵树下 挖出一个本子 而里面记录着的 正是读写这两年来的实验报告 以及各种犯罪证据 吴卫和小美面面相续 男人不再隐瞒 坦白自己梦国的警察高天明 潜入毒蝎内部两年多 一个多月前不幸被识破身份 这才遭到残忍对待 他本来以为 自己等不到毒蝎落网的那一天 但吴卫等人的到来 让他在无尽的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高警官将证据交给吴卫 也将自己的全部期望托付给了他 可棘手的是 这个岛没有信号 只有毒蝎基地的信号室 能与外界取得联系 为了尽快揭露真相 抓住坏人 五位决定再闯敌因 一是将证据传递出去 二是解救那批实验者 可还不等他们开始计划 毒蝎的报复行动 已经在来的路上 一列车队闯进寨子 二话不说就是干 虐杀周围村民 眼见村民接连倒下 首领带人手持枪支 手榴弹 开始展开反击 但敌人火力太过强大 村民伤亡只多不少 就连首领都不幸中弹 金子眼见父亲受伤 连忙上前 准备往后山撤 可敌人穷追不舍 首领再次中弹 命不久矣 为了保护女儿 他让凯文带金子先走 吴卫等人与敌人火拼 拖延撤退时间 很快 他们一行人穿过桥梁 但刘霄腿不中弹 被毒蝎追上又补了两枪 为了帮助同伴撤离 刘霄拿出手榴弹 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 与此同时 灭绝事态往非总的 低液里注射毒药 已决后患 在得知毒蝎没抓到凯文等人后 他直接派人抓走吴卫和小美的女儿 为最后对决做好准备 吴卫几人躲进丛林 计划天一亮 就侵入毒蝎基地 为寨子的人 刘霄和那些冤魂报仇 按照计划 他们分头潜伏基地 小美和赵医生进入信息室 与外界取得联系 其余人则寻找实验者 展开解救行动 毒蝎通过监控 看到几人身影 立马率人前去迎战 在同一条通道里 两伙人再度展开激烈枪战 人没倒下几个 子弹壳却是掉落一地 金子没有手枪傍身 很快被敌人的枪口锁定 他的剑士和匕首注定没有子弹块 在近身搏击中 金子占据优势 没几下就解决好几个敌人 可暗箭难防 躲在一旁的敌人放冷枪 金子身中树弹 忍着剧痛甩刀反杀 最终 他倒在凯文怀里 永远闭上了双眼 另一边 无畏和高警官被毒蝎堵住去路 两人子弹用光 毒蝎手下进王 要想赢 只能输死一搏 高警官一鼓作气 直奔毒蝎扑去 给无畏赢得动手机会 两人你一拳我一脚 谁都没占便宜 然后 他们拿出匕首 开始净身对决 毒蝎看似身材瘦弱 但无力值完全不输无畏 不仅扛得住无畏的匕首刺击 还能反打回去 耍尽各种阴招 要不是高警官起身帮忙 无畏差一点就要被干掉 看着毒蝎将匕首刺击高警官腹部 无畏连忙从毒蝎身后捕刀 毒蝎当场身亡 而高警官也因此受伤严重 不幸牺牲 最后 毒蝎团伙全部给干掉 实验者无一伤亡 小美也成功将证据 传输给了飞总 原来 飞总早就知道灭绝师太的野心 之前在医院是假装的 可就在他准备将证据传输给警方时 灭绝师太带人赶来 按下空格键 证据成功发出 为了除掉所有知情人 灭绝师太带着无畏的女儿来到岛上 威胁他们交出证据 坏人死于话多 花样多 灭绝师太握着女孩的手 瞄准无畏射击 但就是不往命门上打 无畏假装断气 趁机展开反击 灭绝师太重枪倒地 小罗罗当场丧命 灭绝师太还想力挽狂澜 但移动速度太慢 先被无畏补枪除掉 最后 无畏重伤身亡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是于2021年上映的动作片 监独先锋 结局非常潦草 整个故事线糟糕的不能再糟糕 我就纳了闷了 为什么按下空格键 证据就直接发出去了 这怎么还抢回车键的活呢 主角大多是老戏骨 但不管演技再怎么好 也挽救不了这么烂的片 拍得挺好 下次不许再拍了